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再去思想一个在《士图人传》里的人物 这个人物叫做若汉马可 有些时候只叫他做马可 这个人在《士图人传》第十二章里出现 第十五节里讲到 巴拿巴和苏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 就从耶路撒冷回来 带着称呼马可的若汉同去 《士图行传》十二章二十五节 而后来我们会再见到若汉马可 他的出现 在《士图人传》第十三章第十三节里讲到 保罗和他的同仁从柏弗开船 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 若汉就离开他们 回耶路撒冷去 《士图行传》十三章十三节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见到 这个称呼马可的若汉又次出现 上一次见到的时候 是他们带着他一起去耶路撒冷 后来也都带着若汉马可 去到传福音 去到成为他们宣教行情的其中一个伙伴 那时候若汉马可是一个年轻人 他的成长相对比较富裕 他母亲叫做玛利亚 我们记得在《士图人传》第一章里讲到 门徒见到主升天之后 聚集等候圣灵降临时 在楼房里一起祷告 有一百二十人 那个就在他妈妈的家里 而后来当门徒被人捉拿 特别是《士图比德被捉拿》的时候 那些门徒聚集 一齐为到比德祷告的时候 亦都是在若汉马可的妈妈的家里 我们所以知道 他是相对出身比较富裕的 因为他家里可以容纳到 那么多特兴姐妹一起来聚集 应该是一个相对比较富裕的人 而且他也有很好的背景 因为他原来是巴拿巴的亲戚 所以他可能在很年轻的时候 已经见到巴拿巴侍奉主 跟着巴拿巴在一起 但是去到《士图行传》第十三章里讲到 他在传福音行程的初段 就离开了一个团队 就回到耶路撒冷他自己的家里 很可能圣经学者估计 可能因为这一次的旅程 其实要经过很多的风浪 又要走很高的山 所以对于一个成长比较富裕的人 可能真的挨不过来 所以他离开了今次的行程 不单止他离开了今次的行程 跟着将来第二次 保罗和巴拿巴的行程的时候 也都因为他的缘故 引起了保罗和巴拿巴 分开了分道扬镳去工作 因为巴拿巴 他建议继续的让道 约翰马可 可以随着他们的宣教团队 继续向前行 但保罗很可能因为他上一次 他离队的经验 他不赞成 带上约翰马可去 所以到最后 他们两个仕途 就分开了不同的地方 继续传福这种旅程 我们再人来看 我们会有一个感觉 这个年轻人真的不是很棒 成事不足 拜社会有余 还要引起了他们两个 这么美好的同工 居然要分开了 但这些是人的看法 我们虽然知道这件事是不理想 但纵然在不理想的处境当中 仍然可以成就到上帝的工作 我们见到巴拿巴不是离开上帝 保罗也都不是离开上帝的计划 他们两个仍然按照上帝的计划 去外帮人的地方传福音 只不过不能在一起走同一条路 但反过来看 他们是否去到更多的地方 接触到更多不同的人 我们知道这件事 本身不是成就上帝的意 但上帝却可以继续使用 我特别想跟你分享一件事情 近年内有很多人 对青年人有很多的意见 香港的年轻人不是好得点 又激进又不尽责任 让他们做事就很担心了 甚至最近也听到有些社会上的意见领袖说到 那些僱主不敢请香港毕业的大学生 我听到的时候就觉得很诧异 因为如果用同样的说法 我们说香港的青年人不行 或者香港的青年人很固执 其实用同样的sentences 这个structure去说的话 我们都可以说 现在香港的老年人很不行 每个人都很萌失 每个人都很坚持己见 每个人都很不行 但同一时间地 我们也都见到 香港的老年人 当然也有很多又仁慈 又欢容 又胸襟广阔的 其实年轻人也好 成年也好 老年也好 我们都不可以一触高打船人 固然我们有本身的软弱和缺陷 正如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都同样觉得我们比上一代不理想一样 但是忠然跌倒过 但是上帝没有叫我们失掉信心 我们回头以后仍然要堅固其他的人 仍然可以成就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计划 今天是DSE帮访了不是好几天 有些弟兄姊妹可能考得好 有些弟兄姊妹可能考得不是那么理想 但是在这里劝勉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对他们的关爱 或者你们自己怎么看自己 忠然有软弱有跌倒 但是不要对自己 不要对上帝 不要对其他人失掉信心 正如约翰马可 他在福音 在保罗的书信的后期里面提到他 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那里讲到 要把马可带来 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于我有益处 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 在腓利门书一章二十四节 哥罗西书四章十节里面 也有提到约翰马可的名字 是他们所珍贵的 在不同的使徒里面 特别在使徒保罗里面 是觉得于他是有益的 我们感谢神的恩典 因为一次的跌倒 上帝不会完全否定我们 我们又何来要否定 另外一个的弟兄和姊妹呢 若果曾经跌倒的时候 请你检视一下自己跌倒的原因 或者软弱的地方 找出正确的问题 我们一起勇敢去面对 圆主使用你 在将来的日子里面 在哪里跌倒 哪里起翻身 在哪里线 习近平 人民币 教育 家 sak Lynn